第二千三百六十二章 我要牛蛋 招死 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们暴怒 一些强者就要迎战 却被一个似乎是首领的强者 喝住了 小心 人族狡猾一场 当心引我们进入箭塔射程 我们就在这里等他 他未必赶过来 呼 不过他话音刚落 龙城的龙骨斜月刺入天穷 万丈刀影 席卷长空 斩到了他们的面前 轰 十几个大力血牛一族强者 抵挡之下 竟然被龙城震得狼狈倒退 好强大的力量 沈成峰始终看住龙城这边 见龙城神还不称 战身不限 光凭肉身之力 就能击退十个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注视吃了一惊 要知道 这些大力血牛一族 他们的肉身是极为恐怖的 力大无穷 与他们交战这么多年 天龙战士都知道 跟大力血牛一族硬拼力量 就是找死 后 剑龙城竟然真的杀了进来 那些大力血牛一族 齐声怒吼 如同狂雷惊天 他们竟然形成合围 将龙城困在中间 愚蠢的人族小子 这下子你插翅难逃了 想要勾引我们进入箭塔射程范围 你太幼稚了 想钓鱼 却把鱼耳搭上了 哈哈 啊 一个大力血牛一族强者 哈哈哈哈大笑 结果笑到了一半 忽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龙城手中拎着一个比房子 还大几圈的椭圆形皮囊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椰子 我去 好大的蛋蛋 龙城趁着那大力血牛一族 大意之际 发起了偷袭 他身形太小 急住一击之力 从那大力血牛一族强者身边掠过 一刀将他的蛋蛋斩了下来 当斩下了那大力血牛一族的蛋蛋 龙城才发现 这东西里面竟然蕴含着恐怖的精血 彭腹滚烫的岩浆 那气息 正是丹地记忆中 牛皇的特性 这次龙城终于相信 原来大力血牛一族的牛皇 不是长在肝胆上的 竟然就是蛋蛋 好家伙 真是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那岂不是说 每一个大力血牛一族都有牛皇了 轰 那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被龙城割去了蛋蛋 立刻从空中掉了下来 将大地砸出了一个大坑 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哀嚎 割去了蛋蛋 竟然令他痛得失去了战斗力 血牛挤 忽然那大力血牛一族的首领 大喝一声 所有的大力血牛一族强者 全身气血爆发 形成了一个光照 对助龙城挤压而来 糟糕 龙城忽然头发根根竖起 那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那些大力血牛挤压的瞬间 空间开始爆碎 显然这是一种合击之术 这么多大力血牛一族强者 合力一击 足以将龙城碾碎 碾压刚刚发动 龙城双手结印 忽然背后金光闪烁 赫然出现了72根锋锐的黄金龙牙 扑扑扑 黄金龙牙击射而出 直奔72个大力血牛一族强者的裤裆 击射而出 黄金龙牙 龙城自从得到它之后 用的次数越来越少 虽然黄金龙牙丰锐无比 但是如果被强大的神器击中 很容易破损 尤其牙齿的前段 有符纹覆盖的地方 一旦被破坏 龙牙就失去了丰锐的属性 没有了这个能力 龙牙就等于废了 所以在平时的激战之中 龙城基本上没有使用过黄金龙牙 因为黄金龙牙如果坏了 他会心疼死 但是这时候 面对的是体型巨大的大力血牛一族 而且他们并没有神器护盾 会伤到龙牙的尖端 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扑扑扑 黄金龙牙一出 他们的防护 瞬间被龙牙冻穿 根本无法抵挡黄金龙牙 龙牙刺入他们的蛋蛋 一瞬间冻穿 带出道道血溅 为了让黄金龙牙的风锐达到极致 龙城将黄金龙牙的体型 缩小到只有持续长短 这种状态下的黄金龙牙 可以轻松刺穿防护 蛋蛋是大力血牛一族的致命要害 被龙牙冻穿之后 那些大力血牛一族强者 纷纷发出一声惨叫 弯下了腰 周身的光木 根本无力撑起 何计之术 一下子被龙城打出一个缺口 轰 一声暴响 大力血牛一族强者挤压在一起 空间都被挤碎了 可是龙城已经从那些被偷袭的强者之中飞出 躲过了这一劫 扑扑扑扑 龙城从那些大力血牛一族强者之中穿过 当然不会白白过去 龙骨斜月顺手斩出 斩杀下了十几个牛蛋 十几个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哀嚎着从虚空之中摔下 那卫手的头领健壮 不禁又惊又怒 缩小身体 巨大的体型 虽然能发挥出最强大的力量 可是现在体型太大 反而吃亏 就好像一群巨人 拼命打一只蚊子 成功率太低 而且龙城竟然有破开他们合击之术的方法 他们这一招失灵的 只好改变战术 呼 数千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身形急速缩小 缩小到只有一仗来高 手持骨毛 对住龙城杀来 神环线 战身开 龙城一声断壳 背后神环撑开 毛子之中星辰流转 龙骨斜月如疾风狂舞动 轰轰轰 噗 龙城连续抵挡数次攻击 一刀将一个靠近的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斩杀 一颗头颅冲踢而起 被龙城一脚踢碎 这是第一个被击杀的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之前的那些强者 虽然卵蛋被割 暂时失去了战力 但是并不会死 而且最神奇的是 只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 他们还会生出新的蛋蛋 他们的生命力 顽强的吓人 但是脑袋被踢碎 却再也长不出来了 那个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一死 一下子让他们狂暴了 四 那大力血牛一族的首领 咆哮着 穿过所有强者 竟然独自对住龙城杀来 轰 龙城的龙骨斜月 一刀挡住那大力血牛一族首领的骨毛 整个人气血翻涌 被震得连连倒退 噗 龙城倒退之时 十几把骨毛刺来 龙城连续躲开 但还是被一只骨毛 刺中了肩胛骨 一阵剧痛涌来 让龙城半边身子发麻 噗 龙城回手一刀 将那个刺上他的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劈成两半 又一个强者被斩杀 龙城的肩膀鲜血泉涌 似乎更刺激了这些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他们红住眼睛 杀向龙城 龙城一声怒吼 龙骨斜月狂舞 拼命抵挡 但是很快就被淹没在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之中 大统领 已经进入射程了 龙城需要我们的支援 一个副统领对沈成峰传音道 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狂怒之下 根本不知道 他们已经悄悄靠近战场 已经到了射程的边缘 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等等 沈成峰摇头 一边与众人防守 一边看住远处的情况 龙城他危在旦夕 我们不能等了 那个副统领 见龙城似乎陷入了垂死挣扎中 有些筑急的叫道 你懂个屁 闭嘴 沈成峰怒吼道 龙城连龙血战身都没使出来 就说明根本没动用权力 那副统领看不出门道 让他恼火不已 轰轰轰 忽然远处暴响 龙城数次冲击大力血牛一族强者的包围 但是都被那些狂暴的强者给挡了回去 龙城开始浑身燃血 而这段时间 龙城已经连续斩杀了十几个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了 这个龙城真是个怪物 强悍得一塌糊涂 见龙城未出权力 就能在数千大力血牛一族强者之中 不停地杀戮 这太彪悍了 而且 他已经看出来了 龙城不停地激怒这些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就是要将他们引过来 统领大人 他们已经全部进入攻击范围了 要不要攻击 这可是最好的时机 那副统领刚刚被骂 此时又忍不住开口了 沈成风摇头 沉生道 时机还没成熟 龙城不惜受伤来勾引他们 绝对不是为了只杀几个大力血牛一族强者 他非这么大力气 就是要下饺子 把他们全包了 如果现在攻击 一轮攻击过后 我们最多只能击杀三分之一 当剑塔第二轮攻击到来之前 他们就全跑光了 所以 密切关注龙城这边 剑塔时刻准备住 一旦龙城发出攻击讯号 或者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发觉不对了 就开始放剑 全杀 天哪 这要是成功了 我们所有损失 岂不是全回来了 而且还有得赚 那副统领眼中全是兴奋之色 淡定扁 龙城一向都喜欢玩大的 要么不吃 一吃就吃肥肉 嘿嘿 所以他来了 我特么比谁都高兴 我去 龙城开始放火了 沈成峰说着说着 龙城忽然召唤出了火焰领域 金色的火焰覆盖了大半个战场 龙城似乎已经支撑不住 那些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已经狂暴了 龙城连续斩杀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他们数次要击杀龙城之时 却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让龙城避开 他们眼睛都杀红了 无尽的火焰生疼 他们全身被火焰沾染 但是金色的火焰 并不能吓退他们 反而认为龙城已经强弩之末 无计可施 更加疯狂的攻击 却不知道 火焰阻挡了他们的视线 让他们失去了方向感 不知不觉间靠近了战场中心 最重要的是火焰吞噬了一切声音 战场上一些妖族向他们示尽 都被火焰阻挡 他们根本听不见 沈成风 这回看你的了 我别的不要 我要所有牛蛋 龙城忽然大喝一声 忽然无尽的闪电爆发 同时龙城一喝冲天 脱离了战场 放箭 沈成风早已准备多时 一声断喝 道道神光从箭塔之中 鸡舍而出 直奔那些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社区 第2363章想完 我陪你 火焰消失 雷光耀眼 那一瞬间 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感觉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 而且全身竟然伴随着阵阵麻痹 似乎身体都不听使唤了 呜呜呜呜 他们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他们却听到了一种 令他们毛骨悚然的声音 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快逃 啊 声音刚刚发出 一道灭神剑 刺入那大力血牛一族强者的头颅 声音戛然而止 无数的箭矢 从箭塔之中射出 箭塔只有千丈高 每一座箭塔之上 共有648架灭神弩 如今这些神弩 全部对准了这片战场 疯狂扫射 一个又一个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被射杀 轰轰轰 这些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纷纷召唤出巨大的身体 急速逃走 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虽然拥有翅膀 但是飞翔不是他们擅长的 跑起来才是最快的 可是当他们跑起来之时 却发现无尽的雷霆之力 令他们全身麻痹 甚至都忘记了 跑应该是先迈哪条腿 结果连滚带爬的向外跑 巨大的体型 只要不被射中头部和蛋蛋两个要害 对他们来说都没问题 尤其屁股朝后 蛋蛋被射中的概率不高 他们双手抱头 急速向外飞奔 扑扑扑扑 三轮箭矢飞过 数千的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只剩下几十个幸存者 亡命飞奔 龙晨看主直接摇头 如果被果然看到 一定会破口大骂 这准头也太差了 好多攻击射偏了 就在沈成峰下令 发射第四轮攻击之时 忽然虚空颤动 对面空间破开 一道道箭矢击射而来 扑扑扑 那些漏网之鱼 纷纷被射杀 沈成峰脸色一变 力声喝道 叶凌峰 你什么意思 当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被箭塔攻击 纷纷逃跑之时 那些围攻箭塔的普通妖兽 也纷纷逃命 此时已经无需再去保卫箭塔 天龙战士们 全部冲了上来 就在这时 虚空之上 出现了一群飞行魔兽 他们身上拉着粗大的锁链 后方拖着一座 如同高山一般的战车 战车之上 驾着几十把黄金巨母 数百个身穿战甲的强者现身 龙城一眼认出了 是之前曾经嘲讽过 他和沈成峰的两个人 不过这两个人 此时却站在一个 身材魁梧的男子身后 沈成峰 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男子 龙城就算不用看 他胸前的标志 也知道 他一定是第三天龙军团的大统领 叶凌峰看住脸色阴沉的沈成峰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道 沈大统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第三天龙军远道来支援你们 你们非但不领情 还摆出一副戒备的样子 实在令人有些寒心呢 沈成峰气得破口大骂 叶凌峰 你少给我来这套 你是什么人 老子比谁都清楚 你那点花花肠子 谁不知道 上次 就是你们故意使坏 才让我丢了阵地 这一次 你们再次故意露出破绽 让大力血牛一族杀过来 差点再次让我们丢了阵地 如今我们大伙全胜了 你们却赶来占便宜 你们就是一群厚颜无耻的垃圾 是天龙军团的耻辱 很显然 两大军团积怨已久 沈成峰都懒得跟叶凌峰浪费口舌 直接指出对方的阴险 哈哈 这么点小事就气急败坏 一点做统领的风度都没有 难怪你们一直只能垫顶 排名从来就没有波动过 沈成峰 你还是太嫩了 回去再修炼几年吧 不过 按照我的眼光 你这辈子 也就这样了 来人啊 把我们击杀的猎物带回去 面对沈成峰的辱骂 叶凌峰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 命令手下去搬尸体 这都是我们的战利品 你们动一个试试看 见第三天龙军团的人 要动手 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不禁怒火上涌 嗡嗡声 所有的剑塔全部亮起 所有弩箭都对准了叶凌峰等人 他们怒了 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果 他们却要来抢 面对箭塔的锁定 叶凌峰脸上浮现一抹嘲讽之色 冷笑道 尸体上拥有我第三天龙军团灭神剑 那就是我们第三天龙军的 这是规矩 你们要试试 那就试试好了 我看谁敢放箭 几十个第三天龙军团的战士 看住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 脸上全是嘲讽之色 走到那些被他们在击杀的 大力血牛遗族的强者面前 将他们的尸体收了起来 至于那些被第八天龙军团击杀的 大力血牛遗族强者 他们没有动 但是就算如此 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 也变得义愤填膺 牙齿咬得嘎嘣直响 却不敢动手 因为依照神族的规矩 战场上的猎物 是被谁击杀的 那就是谁的 喂 那些猎物是我的 你们也要拿吗 龙臣一直冷眼旁观 此时才开口 你的 写你名字了吗 叶凌峰似乎认识龙臣 上下打亮了龙臣一眼 冷笑道 哦 你的意思是 没写我的名字 就不是我的了 龙臣也笑了 你就是龙臣吧 传闻你很厉害 不过我发觉 你是不是脑壳坏了 跟我争将这种没用的问题 叶凌峰不屑地道 不不不 这个问题很有用 既然你已经回答我了 那就没什么了 不过我有一点要提醒你 我龙臣的东西 真的不是那么好拿的 龙臣苦口婆心地劝道 哈哈 你龙臣算什么东西 还你的东西不好拿 小子 你小心自己死了 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叶凌峰冷笑地看住龙臣 大手一挥 与所有人上了那辆战车 在魔兽咆哮声中 那战车呼啸而去 虚空之中 还传来了叶凌峰的嘲讽声 什么东西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可笑 声音之中 夹杂住其他强者的哄笑之声 很显然 他们是故意将声音送过来 嘲讽众人的 混蛋 我真想杀了他 沈丞峰一拳 砸在身边的一块岩石之上 那块岩石 一瞬间化作部分 如果不打一拳出口气 沈丞峰觉得自己 都要被欺诈了 其他第八天 龙军团战士们 一个个也是脸色铁青 连胜利的喜悦都消失了 他们都是一肚子的火 却发不出来 明明被人算计了 这边损失惨重 临到末尾 还被人摘了桃子 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行了 大家都别愣住了 赶紧打扫战场吧 牛皇全部给龙兄留着 见大家神情沮丧 沈丞峰强打精神 发号命令 这一场大获全胜 数千的大力血牛一族的 强者尸体 损失几十句并不算什么 但是感觉非常的恶心 就好像吃一碗美味的面条 吃得十分开心 可是当要把最后一口汤 喝光的时候 却发现里面有一只蛆 沈丞峰恨得牙根痒痒 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叶临峰算计好的 如果按照他的算计 在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杀得第八天龙军团溃败 退守后方拼的两败俱伤之时 他们在出手 捡献成的 结果龙臣带来 令他们失算了 他们来晚了一步 没有吃到肉 但是就算如此 也要杀几十个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显然没吃到肉 也要恶心第八天龙军团一回 沈丞峰强压怒火 走到龙臣身边道 龙兄 这次全亏你了 你看看这样行不 牛皇全部归你 其余的 我们第八天龙军团战一半 你占一半 实际上 这些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浑身都是宝 牛血 牛骨 牛皮 牛角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 也是最贵重的 还是牛皇和牛鞭 尤其是牛鞭 最为珍贵 对男人来说 大力血牛一族的牛鞭 那不光是大补的问题 关键是 它是极为罕见的 可以提升男子生育能力的真药 因为修为越高 男人的生育能力就会越低 这是天道压制所造成的 越是强大的人 他们的后代 也就越强 也因为如此 往往两个爵士强者级别的夫妻 想要生下一个孩子 是异常艰难的 很多夫妻 终其一生 也无法生出一个孩子 但是如果生出了孩子 就会很大几率 继承父母最强大的血统 在修行的路上 可以平步青云 起点就要比别人高出太多太多 所以 大力血牛一族的牛鞭 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 但凡上了命心境以后 都需要购买这种牛鞭 来增加繁殖力 所以牛鞭可以在神族兑换很多积分 今天的收入 就算分给龙城一半 基本上也可以弥补 第八天龙军团的损失了 沈成风也绝对够大器 能够将一半的收获分给龙城 一半人是做不到的 其他的就算了 我龙城一个人再强 也杀不了这么多的大力血牛 功劳 是大家的 我一个人要这么多的牛黄 已经算是很无耻了 龙城白白手道 龙兄 如果不是你 沈成风急忙道 龙城摇头道 大家都是爷们 就别婆婆妈妈的了 把战场收拾完 我有事跟大家说 我想问问你 你们想不想报仇 你有办法 沈成风眼睛一亮 多新鲜啊 这个世界上还有我龙城想不到的办法 龙城嘿嘿一笑 妈的 叶凌峰是吧 你要玩 我陪你 第二千三百六十四张 赌一把布 打扫完了战场 听说龙城只要了牛黄 谢绝了所有战 利品 这些天龙战士 对龙城越发的崇敬了 不愧是龙血军团的老大 要知道这些宝物 就算龙城没用 但是可以换成积分 兑换其他宝物 龙城出身贫寒 但却不把财富放在眼里 这份手笔 令人佩服至极 战场打扫完毕 所有人都被集合了起来 龙城看住众人 脸色有些复杂的叹了口气道 说实话 我发觉 你们真的好窝囊 听到龙城如此一说 整个 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都不经羞愤欲绝 但是龙城却并没有说错 他们确实很窝囊 被别人算计完 还被别人羞辱 每个人都憋着一口气 却发不出 郁闷的要死 龙城摇摇头道 你们看你们 还有修行者的样子吗 你们修行是为了什么 逆来顺受 做别人的垫脚石 生下来就注定别人羞辱 如果是这样 你不用修行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为什么还要那么拼命修行 说白了 这也就是你们一群软世子 要是换成我的龙血军团试试 他夜 夜什么来住 夜灵风 沈成风补充道 对 就那个夜灵风 他要是敢在我龙血军团面前嚣张 早就把他蛋黄打出来了 更别说敢抢我们的战利品 他们要是敢那么做 能有一个人活着离开 我龙城的名字就倒住血 但是你们呢 咬牙切齿 吹胡子瞪眼有意思吗 人家鸟你们吗 不光如此 害得我也得跟诸兽这个鸟气 说实话 如果不是咱们还有点交情 我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老子可受不了这个 龙城说着说着 就不禁有些冒火 这群家伙也太软弱了 沈成风一脸的难堪 叹了口气道 这都怪我 八大统领之中 我最弱 所以导致我们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 这个跟你 强弱没关系 龙血军团就算没有我龙城在 也绝对不受这个鸟气 你们现在是被欺负惯了 你们以为忍一时 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 我跟你们说 修行界的法则就是 你退一步 别人就会进一步 直到把你逼上绝路 到时候你会发现 因为你的退让 让你不停地失去反击的机会 最终被逼到绝境 连一丝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除了绝望和悔恨 没有别的可做了 行了 不说这些没用的了 我就问你们 想不想报仇 想不想反击 想不想 把你们失去的尊严拿回来 龙城问道 当然想 可是 我们打不过第三军团 实力相差太远了 沈承风苦笑道 天龙军团的排名 一方面是以军团统领的实力 作为参考 另外一方面 是以军团的作战能力 作为依据 上一次排名大比之时 沈承风以一招之差 西败叶本昌 后来努力修行 战力已经超过了叶本昌 但是光击败叶本昌还不行 还需要提升整体的作战能力 而整体的作战能力 不光是指每一个战士的战力 还有整个军团 所拥有的大型器械 武器 铠甲 坐骑 宠物等等 第八天龙军团 因为战力弱 战场上获得的战力品就会少 从而兑换的积分也不多 积分才是提升整个军团的重要资本 结果越示弱 胆子就越小 不敢硬拼 只能击杀一些弱小的妖族助手的地方 有水少 如今以来 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 强者越来越强 弱者越来越弱 这个局面是很难改变的 沈承风这边拥有的剑塔 一共只有二十几座 上次损失一些 还没来得及补充 这次又损失了一些 如果不是这次击杀了这么多大力牛魔 他们的日子会更加的艰难 而第三天龙军团 剑塔拥有一百三十多座 可以移动的战车 就有三架 几乎人人都有魔兽坐骑 装备精良 单兵作战能力也强悍 与第三天龙军团相比 第八天龙军团 就好像是一群乞丐混混 拿着木棍铁锹做兵器 太寒酸了 所以龙臣说对付第三天龙军团 沈承风不禁叹了口气 两者间的实力太悬殊了 对付他们 除了自取其辱 得不到任何结果 八大军团之中 他们唯一有资格争锋的 也只有第七军团了 但是第七军团和第六军团 都被派去驻守阴阳界了 第七军团的阵地 暂时交给第三军团守卫 虽然第三军团 只派出了很少一部分人来守卫 但是依旧没有任何压力 但是正因为如此 第七和第八军团的阵地毗临 所以才被第三军团故意搞事 这段时间对第八天龙军团来说 是个很重要的时期 因为现在阴阳界 是大家轮流驻守的 驻守阴阳界不是什么好差事 没有油水可捞 如果这段时间 他们没有收获 下一次再轮到第八军团驻守 又要一段时间 没有收入了 第三军团用心极为险恶 故意往死里整他们 所以 第八天龙军团 把这些家伙 都恨到骨头里了 谁说要你们跟他们 直接硬拼了 再说了 你们神族 根本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就是想问问 你们要不要跟他们干 我需要知道你们的决心 战场好比一场赌局 你们现在连裤衩子都输光了 现在你们唯一的筹码 就是拼命了 我就问你们 敢不敢拼命 敢拼命 我就帮你们出出主意 如果连拼命的勇气都没有 我也没必要留在这里了 龙城问道 我有点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沈承风听得有些云里雾里 不知道龙城到底要做什么 龙城白白手道 你们也不用明白 我就是要你们表明态度 如果你们有拼命的决心 那么咱们就合作一下 五本求力 做一票大的 成功了 大鱼大肉 你们第八天龙军团 瞬间崛起 再也不受别人的鸟气 如果失败了 你们第八天龙军团 从此一蹶不振 元气大伤 我就问你们要不要赌 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 忽然有一个战士叫道 统领大人 我们赌吧 我们这样被欺负下去 也不是办法 人心都要散了 就像龙城师兄说的 我们能输的都输光了 就算再输一次 又能怎么样 咱们光脚的 还怕穿鞋的吗 就是 他们太欺负人了 根本不让人活了 没有资源 我们的修行 就会变得缓慢 将来上战场 又怎能活下来 现在不赌一把 以后根本没有机会了 我们相信 龙城师兄 一定会带我们赢一把大的 另外一个战士 也大声道 龙城摇头道 别 赌 就一定会有输有赢 这个世界上 没有必赢的赌局 至于愿不愿意赌 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你们想好 赌吧 统领大人 我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再不反击 我们连与第七军团 叫板的资格都没有了 就是啊 我们已经弱得不能弱了 与其这样一点一点 被魔光锐气 不如赌一把 一时间 天龙战士们 纷纷大声叫道 虽然他们不知道 龙城要干什么 但是他们知道 龙城是要带他们 玩一把大的 对赌的目标是 第三天龙军团 他们想到这些日子 受得窝囊气 心中的怒火 熊熊燃烧起来 甚至有些人想着 就算得不到好处 也要让第三军团 付出代价 他们受够了 第三军团的 嚣张和嘲讽 人都有报复心 尤其被逼急了 兔子还咬人呢 更何况是人 见群情激愤 所有人都支持 沈承风也只好点头道 好吧 那我们就把命运 都交给你了 你说怎么干 我们就怎么干吧 沈承风老成持重 他知道龙城 都为人 那可是一个天不怕 地不怕的主 谁也不知道 他能干出什么事来 但是沈承风 也受够了这种鸟气 大不了被驱逐出神族 大家都表态了 他这个统领 绝对不能送 那好 大家原地休整吧 统计一下战损和收获 龙城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直接开始下命令了 龙城把沈承风 单独叫了出来 两人找了一个 没人的地方 龙城嘿嘿笑道 别摆出一副要上刑场的架势 放心吧 我龙城不是不知轻重的人 龙城知道沈承风 怕他下手太狠 最后连累整个天龙军团 被惩罚 这样等于断送了 所有人的大好前程 龙城这么一说 沈承风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因为他内心深处 确实有这样的担心 来 把这里的地图 各大要塞 阵地 兵力部署什么的 都给我说一下 另外将你们目前手中的底牌 还有积分所能兑换的东西 都给我介绍一下 龙城道 沈承风将八大阵地的分布 还有妖族的大致布置 种族驻守区域等情形 也都详细地告诉了龙城 龙城这才发现 原来远古战场 有着很多天险 天龙军团就是依靠这些天险 布置的阵地 行了 大致我已经了解了 跟我说说 你目前手里 还有什么底牌 这很重要 龙城沉声道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龙城这次不打算动用自己的力量 因为 这是龙旗长老对他的考验 第二千三百六十五章 孤注一掷 我们现在手里 就剩下十一座箭塔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底牌 这次一战 我们损失了七座箭塔 阵亡了四百三十七个战士 如果不是你来了 这次 我们第八天龙军团 恐怕真的要一蹶不振了 沈成风叹了口气道 箭塔坏了 可以修 大不了再赚积分就行了 但是人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而且为了补足十万之数 神族会有新鲜血液加入天龙军团 但是这些新人 并不是真正的战士 还需要慢慢磨练 才能跟上节奏 更让沈成风头疼的是 一些强大的新人 宁愿做候补战士 等待机会 进入其他天龙军团 也不愿意进入第八天龙军团 他们都觉得 第八天龙军团根本没前途的 同样是卖命 有一定天赋的人 都静静地等待着 其他天龙军团有人阵亡 争取机会加入他们的军团 所以 每天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阵亡 招来的新人 天赋都比较一般 长久下去 天龙军团会越来越弱 沈成风都有些绝望了 他没有能力改变 第八天龙军团的现状 只能任由队伍越来越弱 他能做的 只能是苦苦支撑 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他曾经无数次的努力 想改变现状 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他的意志 在无形中消磨 变得越来越胆小了 十一座箭塔 好吧 那也行 我问你 我们这次收获 换取积分后 能兑换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 龙城沉吟了一下道 我们这次收获非常丰厚 刨去一些对死去战士的抚恤 剩余的积分 可以将那些破坏的箭塔恢复 还能在天之五座新的箭塔 提到收获 沈成风终于来了一丝精神 死去的战士 要分去一部分抚恤经的 这些积分是留给死者家属 但是剩余的积分 依旧十分丰厚 除了箭塔呢 还能兑换什么 龙城问道 还能兑换很多东西 我把清单给你 你来看 说着话 沈成风递给龙城一块玉牌 玉牌亮起 虚空之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文字 这是目录 里面有铠甲 武器 战争工具 魔兽坐骑 宠物弹 镇法材料 丹药 药材等宝物 琳琅满目 看得人头晕眼花 当龙城看到真药这一栏的时候 不禁心头狂跳 神族的真药 一定非同小可 一定有十二阶真药 甚至更高的 这可是龙城迫切需要的 不过龙城没有去查看真药 而是看向阵法 阵法名录下方 龙城找了许久 终于在幻阵内 找到了名为镜像的阵盘 这个东西 要买一些 龙城指着这个阵盘道 这个镜像阵盘 是用来不止迷魂阵的 我们要它有什么用 沈成风不解的道 貌似战场上 他们很少去用阵法的 因为利用阵法 成本太高 收获甚低 买三百个 我有用 龙城道 三百个 一个一千积分 三百个就是三十万积分啊 我们这的收获 一半都用在这个上面了 沈成风吃了一斤 这么贵 龙城也吃了一斤 龙穴军团里的阵盘 都是夏城搞定的 夏城的阵盘多得要命 龙城并不知道 阵盘竟然这么贵 要知道 夏城的阵盘 都是自己亲手绘制的 这东西卖出去 价格可是非常吓人的 因为阵盘刻画起来 非常复杂 失败率极高 所以每个阵盘都非常昂贵 贵也得买 这东西是必需品 否则无法完成我的计划 另外 这个暴音光弹 要买十个 爆裂箭头恩 要八千只吧 龙城一口气 说了十几样东西 听得沈成风脸都绿了 龙城 我们 第八天龙军团 没有那么多积分 沈成风摇头苦笑道 没关系 你可以跟弟兄们说一下 让弟兄们 将自己手里的积分 先贡献出来 如果这次成功了 加倍还给他们 龙城笑道 这 这怎么开得了口 沈成风有些为难地道 每一个天龙战士 每个月都可以在神族 领取十个积分 这些积分 基本上都是他们的命根子 他们要靠这十个积分 换取一些修行的必需品 实际上这十个积分 根本不够用 其他天龙军团 都是靠集体作战 赚取积分 给大家发福利 但是第八天龙军团 这几个月来 都是入不敷出 好几个月没发福利不说 现在还要大家 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 这太过分了吧 你不好意思说 那好吧 我去说 龙城站了起来 算了 这件事 还是我去说吧 沈成风摇了摇头 就算丢人 他也要自己去说 否则 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统领 只能硬住头皮去了 半个时辰之后 沈成风眼睛有些发红地回来了 龙城笑道 怎么样 是不是很意外 沈成风点点头 说话声音竟然有些哽咽了 确实很意外 我没想到 他们竟然如此支持我 忽然觉得 我好没用 是我辜负了他们 原来沈成风说了这件事 却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他们纷纷将自己的全部积分 都拿了出来 看住那一张张真挚的面孔 沈成风差点没哭出来 但是此时没有了外人 沈成风这个热血汉子 终于哽咽了 这是一种感动 也是一种愧疚 我不是一个好统领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好战士 沈成风越发觉得自己没用了 龙城微微一笑 拍了拍沈成风的肩膀道 他们之所以愿意跟住你去冒险 这就是你特有的魅力 你否定了你自己 就等于是否定了他们 沈成风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不好意思 让你见笑了 我还是那么没出息 你错了 谁说男人不能哭的 我都不知道哭过多少回了 可恨这群家伙太让人感动了 你和我一样 我们的肩膀都扛着所有人的未来 我为什么拼命 我又不是傻子 这不是没办法吗 龙城坍坍手道 我比你大得多 但是在你面前 我竟然显得如此幼稚 好了 不多说了 我沈成风这条命 以后就卖给他们了 现在说 正是吧 你所要买的东西 我们基本上算是凑齐了 接下来 我们要怎么做 沈成风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道 接下来 你们听我的就行了 龙城嘿嘿一笑 三天的时间 悄无声息地过去 这一天 龙城和沈成风二人 悄悄潜入战场前方 在一块巨石内 龙城从石头的缝隙向外看 前方是一片废墟 这里就是你们之前的阵地 龙城问道 两人所在的石头 乃是一种特殊的工具 可以掩去他们的气息 不被敌人发现 只不过这样的工具 非常的稀有 第八天龙军团只有这么一个 而且只能容下几个人而已 对 原来的防御攻势 全部都被破坏了 所以才是现在的模样 沈成风点点头 龙城继续观看 忽然黑黑一笑道 真不错 有大力血牛一族 还有掌臂妖元和踏风妖兽 比我预想的还要好 这么多妖兽 我都要丑死了 实在看不出怎么个好法 沈成风有些头皮发麻的道 如此多的妖兽 助手在这里 想要夺回这个阵地 就凭他们第八天龙军团 简直是痴人说梦 如果我的龙穴军团来了 我会直接冲上去砍 但是这一次不同了 我得用脑子来解决问题 说实话 我现在很少用脑子了 龙城撇了撇嘴巴 又观察了一阵子 才问沈成风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三个时辰前就准备好了 刚才我又让他们检查一遍 确认没有任何的疏漏 现在正在等消息呢 沈成风道 龙城点点头 谨慎一点最好 实际上 龙城相信 这些天龙战士们 自己肯定检查了无数遍 要知道 这可是关系到他们一生的命运 很快 沈成风收到了讯息 已经再次确认 万无一失 龙城 接下来怎么做 沈成风此时有些紧张的道 他现在都不知道龙城的计划是什么 接下来的事情 就简单了 龙城音音一笑 两人带着那块石头 缓缓后退 第三天龙军团驻地 这里左边是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 右边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 在这两个天险中间 驻扎着三万多天龙战士 这些战士 都是来自第三天龙军团 他们甲昼明亮 武器精良 精神抖擞 在驻地外围 数百头巨大的魔兽 正紧接地巡视着四周 他们嗅觉灵敏 对妖兽的体位非常敏感 一旦有妖兽靠近 他们会发出警告 有他们在 这些士兵们 就不用精神紧张地来回巡视了 非常自在 爆 忽然远处一人飞驰而来 直奔阵地中央 叶灵风坐在战车之中 开口道 什么事 启禀统领大人 第八天龙军团 在右前方鬼王坑处 正在围攻一股妖兽精英 看样子 不出一炷香的时间 就可以全歼 那天龙战士恭敬地道 哦 看来这个龙臣还有两下子啊 走 我们去看看 看看这一次 能不能把这个龙臣给气死 叶灵风眼睛一亮 立刻带领一部分人 驱动战车飞驰而去 第二千三百六十六章 落入坑中 射 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正疯狂围剿一部分妖族强者 眼看着就要全部杀光 忽然有人一身断喝 所有人毫不犹豫 急速飞奔而去 他们身形奔出数千里 身体忽然奇异地消失了 庞扶被空间给吞噬了一半 那些战士们 钻入了一个患阵之中 那个幻阵却将远处的 一道空间裂缝折射过来 如果不奔到境前 根本无法分辨真假 轰隆隆 虚空暴响 一辆战车呼啸而来 叶灵风站在战车之上 俯视着大地 只见大地之上 散落着妖兽一族的尸体 还有一部分妖兽 落荒而逃 咦 奇怪了 他们人呢 怎么连战场都不打扫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个通风暴性的前者 有些不敢相信地道 感觉有点诡异啊 一个副统领 看住周围的景象 感觉有些奇怪 但是哪里奇怪 却又说不上来 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 都是有名的穷鬼 他们打扫过的战场 狗都不舔 但是这次竟然连战场 不打扫就跑了 实在令人费解 轰 忽然虚空暴碎 漫天符文飞舞 把他们吓了一跳 看住那漫天符文 叶灵风脸色异了 镜像符文 叶灵风一眼认出了那符文 难怪觉得周围有些奇怪 原来他们看到的景象 都是镜像 镜像符文暴碎 怒吼震天 只见一对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杀了过来 他们看到战车 先是一呆 但是发现周围 就一座孤零零的战车 没有多想 咆哮一声杀了过来 真是白痴 花了不少钱 布置了镜像幻阵 就是为了给我送菜吗 叶灵风冷笑 一对大力血牛一族的强者 还不被他放在眼里 不过他的笑声还没完 忽然后方有一声暴响 竟然还有一处镜像幻阵 当看到这一对妖兽 叶灵风笑不出来了 这里竟然是一群 黑色的四角蜥蜴 这些四角蜥蜴出现 大嘴张开 喷出滚滚黑雾 对住他们冲来 开启战车防护 抵挡毒雾 叶灵风大喝一声 所有人都躲回了战车之中 这四角蜥蜴最可怕的 就是他的毒雾 一旦被沾染 哪怕是铠甲都要被腐蚀 铠甲虽然不会腐烂 但是上面的符纹 一旦被腐蚀 会令战甲很多能力无法发挥 这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妖兽 吱吱声 忽然远处传来怪异的叫声 有人惊呼 剑鼓鼠 那是一只只巨大的老鼠 它们背后生满了骨刺 那骨刺竟然跟箭矢一样锋锐 轰轰轰 那些剑鼓鼠刚刚出现 它们背后的骨剑呼啸而来 撞在战车之上 骨剑爆碎 但是战车却被那巨大的力量 震得不停地轰动 那些拉车的魔兽一瞬间被灭杀 叶凌峰又惊又怒 其他的强者全部缩在战车内 不敢出去 战车之上符纹亮起 叨叨符纹之剑斩出 将刚刚扑上来的大力血牛遗族强者斩杀 四角蜥蜴的毒物 对人族的皮肤和战甲 都有巨大的腐蚀作用 但是对其他魔兽来说 并不太在意 轰轰轰 最为恐怖的 还是那些剑鼓鼠 它们发出的鼓剑 太恐怖了 几乎相当于剑塔的攻击 龙城通过一个阵盘 观看着叶凌峰等人的情况 不禁扎舌 这剑鼓鼠竟然如此恐怖 旁边的 沈承峰道 当然 这剑鼓鼠 是非常恐怖的存在 我们从来不敢让它们靠近 当战场上出现它们 我们会放弃其他敌人 优先对付它们 它们是唯一可以一瞬间 令我们负面的存在 不过万幸的是 它们的攻击恐怖 但是射程只有几百里 也正因为如此 才能把它们引到这里来 龙城 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一切都算计得丝丝入扣 分毫不差 沈承峰此时一脸的钦佩之色 龙城把一切都规划好了 它们只负责布置 和吸引怪物就好 为了精准地勾引妖兽 路线之上 龙城利用了镜像幻阵 将那些妖兽不知不觉中 引到了这里 这不过都是一些 尚不得台面的小伎俩而已 其实我平时不喜欢用这种东西 觉得掉缝 但是有时候吧 偶尔用用 还是挺爽的 尤其躲在这里 看住鱼儿一点一点地上钩 嘿嘿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龙城嘿嘿一笑 龙城很久没有完音的了 这种躲在背后阴人的事情 如果被老头子知道 一定会骂死他 但是龙城内心深处 还是有一点喜欢这种感觉 轰轰轰 面对三面妖兽的攻击 尤其是剑鼓鼠的鼓刺 震的战车在空中翻了几个跟斗 里面的人感觉极为难受 混蛋 这点小小的攻击 就想难住我叶凌峰吗 你们太幼稚了 叶凌峰一声怒吼 大手拍在战车核心之中 他要爆发战车全部力量 但就在这时 忽然叶凌峰腰间的玉牌 不停地闪烁 叶凌峰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不好 阵地被偷袭 轰隆隆 战车翻轨而出 在妖兽的围攻之下 歪歪扭扭地逃走 样子极为狼狈 那些魔兽见叶凌峰逃走 疯狂追击 他们智慧不高 但是知道 这是一只落单的战车 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全力追赶 轰轰轰 战车飞驰 周围的空间不停地爆碎 一对对妖兽出现 当看到那飞驰的战车 立刻全力攻击 混蛋 这里竟然也被做了手脚 叶凌峰大怒 回去的路 竟然也被做了手脚 他不知道这些妖兽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越来越多的妖兽出现 让叶凌峰心急如焚 如果阵地失守 再夺回来 可就难了 龙晨 你这个混蛋 你等住 摆平了这次 你别想活着离开远古战场 叶凌峰气得咬牙切齿 以他对沈成峰的了解 沈成峰绝对不会做出这种算计 一方面他没那个脑子 另外一方面 是他没那个胆子 这一定是龙晨干的 战车一路飞驰 越来越多的妖兽出现 叶凌峰看得触目惊心 还好有战车在 如果是单独带着一群人出来 他们就要完蛋了 叶凌峰不敢有丝毫的停留 这么多的妖兽一旦逼停了战车 那就成了困兽之斗 战车的能量耗光 就成了一堆废铁 他们也将失去最后的衣掌 或许他可以凭借强悍的战力逃生 但是其他人将都要死在这里 战车之上符文开到了最大 无数的符文之剑 向前疯狂斩击 大片的妖兽被击杀 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连地上的尸体都来不及捡了 叶凌峰好像触怒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 死死地追着他不放 数以百万计的妖兽 呼啸而去 声势极为浩大 真是壮观啊 龙臣看住叶凌峰远去的方向 虚空之中掀起无数尘埃 宛若一条怒龙疾持 不禁赞叹道 在龙臣身边是沈成峰 他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积蓄在心中多年的恶气 终于得到了一丝缓解 此时天龙战士们 已经开始打扫战场了 一个天龙战士不禁感慨到 第三军团的飞龙战车 真的恐怖 杀伤力太强了 如果我们也有这样一辆 何愁收不回阵地 我们要是有一辆飞龙战车 阵地就不会丢了 何来收回这一说 行了 别白日做梦了 这样的宝物 我们不吃不喝 努力三年所赚的积分 都未必能兑换一架天龙战车 还是实际一点 把战场打扫干净 嘿嘿 看样子 我们不光能赚回成本 还能小有盈余 又出了一口恶气 心里侦探娘的舒畅 这些天龙战士们 平日里受了不知道多少气 今天看住叶凌峰被打得狼狈飞逃 他们心里别提多兴奋了 要知道 这里的妖兽 可都是非常强大的妖兽 他们的尸体 可以兑换丰厚的积分 按照这个程度 应该可以弥补他们的投入 龙臣 差不多了吧 再往前靠近第七天龙军的驻地 有阵法监视 我们会被发现的 众人一路打扫战场 再往前 就到了第七天龙军团阵法监视范围了 要知道 神族有规定 不是自己杀的妖兽收取 会被侍卫偷到 但是谁也看不见的情况下 这个规定就显得苍白无力 但是如果被监视到 就是一个麻烦 看现在的收入 我们也不亏本 还能赚一点 剑好就收吧 沈承风道 剑好就收 这算什么 我龙臣出马 就这点东西就能打发我了 我去 你这真是穷日子过惯了 龙臣一脸惊异地 看住沈承风道 难道 龙兄你 还有后招 沈承风一惊 你这话说的 多新鲜呀 这才刚刚开始呢 好戏还在后面呢 怎么就能收手呢 我们买的那些东西 还有不少没用上呢 龙臣无语地道 啊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沈承风吃惊地道 现在先不忙 一起看热闹就好 这个时候 叶凌风应该返回驻地了 龙臣嘿嘿一笑 叶凌风确实返回了驻地 可是当他返回驻地之时 却发现驻地根本没有被妖兽攻击 一切都是好好的 驻地的战士们 正一脸惊骇地看住他 而他后面 无尽的妖兽已经疯狂杀来 叶凌风脸色一下子变了 他知道恐怕他又被算计了 全力防御 箭塔 战车 神弩 龙炮全部给我架起来 叶凌风怒吼 第2367章解救 镇地内的天龙战士们 也都惊呆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统领大人怎能引来这么多妖兽 其实不用叶凌风发号施令 这么多妖兽杀来 他们早就进入了战斗状态 轰轰轰 镇地内神光颤动 倒到神剑击射而出 炮声隆隆 纷纷向叶凌风背后的妖兽们击射过去 一时间万箭齐发 轰鸣而至 那些冲在前方的妖兽们 纷纷被击杀 巨大的尸体翻滚向前 不好 妖兽太多 我们无法射中阵脚 城内的天龙战士们脸色变了 即使全部器械都用上了 因为这次冲击太猛了 无法有效地阻止妖兽向前 这些妖兽奔行速度太快 形成了冲锋 即使被击杀 身体依旧翻滚向前数千里 挡住了许多攻击 而后面的妖兽 顶住前面妖兽的尸体 急速狂奔 与妖兽激战 最害怕的就是遇到妖兽的冲锋 所以一旦妖兽们 发起冲锋之时 就要赶紧打断 但今天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 而且那些妖兽紧追在夜灵风的后面 地下虽然有爆破阵 用来破坏魔兽冲锋 但是一旦引爆 就连夜灵风也会被炸 那战车都有可能被炸废掉 结果这么一犹豫 那些妖兽们 已经冲到了近前 夜灵风的战车 刚刚进入阵地 立刻大吼 引爆所有隔断雷 轰轰轰轰轰 一阵阵暴响响响起 大地爆开 无尽的雷霆释放 还有火焰交织 妖兽大军被炸得漫天乱飞 可是十几声暴响过后 就再也没有了声息 一时间夜灵风的脸都黑了 怒骂道 犹豫什么 全部引爆啊 统领大人 这里是第七天龙军团的驻地 不是我们的 这里的隔断雷 只有十六个 已经全部引爆了 这个战士一脸委屈的道 在第三天龙军团 这样的隔断雷 一共有三百多个 一旦全部引爆 这些妖兽 会被一瞬间灭杀 但是夜灵风忘记了 这里不是他的驻地 而是他们过来暂时驻扎而已 别废话了 全力防守 不能让他们进来 夜灵风的脸 气得由黑转绿 咬牙切齿地怒吼道 夜灵风亲自出手 长剑出鞘 召唤出异象 全力爆发 率领众人顶在最前方 不得不说 夜灵风非常的强悍 他的铠甲发光 将全身笼罩 手中长剑如红 一剑落下 必然有一头强大的妖兽被斩杀 虽然龙城很讨厌这个家伙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个家伙非常的强悍 夜灵风率领一众强者顶在前方 后方箭塔 战车 神弩 龙炮 轰鸣爆响 倒到神光机设 那些妖兽们冲上来一批 就被斩杀一批 龙城和沈成风躲在远处 看住勇猛无比的第三天龙军团 沈成风不禁感慨到 第三天龙军的实力 实在高出我们太多了 如果是 换成了第八天龙军团 面对如此恐怖的冲锋 逃跑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跑慢了 就要全军覆没 与其说是实力 不如说是财力来得更贴切一些 他们这些人都是用钱砸出来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缺陷 龙城摇头道 什么致命缺陷 沈成风急忙问道 他们太骄傲了 以为有了一身强悍的行动 就可以横行无际了 从他们的动作上来看 配合得十分生疏 也就是说 他们以往的战斗方式 都是用碾压的方式进行 说穿了 就是一群大人打孩子 根本不懂得互相配合 当然也不需要配合 实际上他们现在的攻击 看上去犀利无比 实际上 就是一通乱射 根本没有掌控战场的节奏 你看住吧 不出半炷香的时间 必然破城 龙城极为自信道地 不会吧 我觉得 他们应该可以胜利的 毕竟他们的气血 那么强悍 沈成风有些迷惑地道 龙城嘿嘿一笑 指着旁边的一个阵盘 当沈成风看到旁边的阵盘上的画面时 眼珠子都差点凸出来了 这是把周围三个大区域的妖兽 也引来了 沈成风一声惊呼 这个阵盘之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无数的妖兽 正向着这里急奔而来 那妖兽的数量 是这些攻城妖兽的数倍 沈成风声音有些颤抖的道 龙城 咱们是不是玩大了 如果第三天龙军团覆灭 我们可就 看中那么多的妖兽奔来 沈成风有些害怕了 龙城这是要往死里坑叶灵风啊 一个叶灵风死了 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事情了 如果这边的第三天龙军团覆灭 这可就捅破天了 放心吧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龙城嘿嘿一笑道 这里大战 必然会吸引周围妖兽的注意力 他们发现眼看着就要破城了 必然会全力支援这边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有油水可捞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三年不开张 开张就得吃三年 肉小 嘿嘿 送我嘴边 我都懒得咬 龙城嘿嘿笑道 轰轰轰 第三天龙军团全力激战 当妖兽的援军到来 果然第三天龙军团支持不住了 开始有溃败的迹象 叶灵风怒吼 全力爆发 但是他一人之力再强 也守不住整个阵地 他能紧紧地守住一个区域 但是其他人顶不住了 统领大人 这样下去不行啊 我们必须撤退了 一个副统领对住叶灵风 大声叫道 妖兽如同潮水一般压了上来 眼看着就要逼近阵地 如果再不考虑撤退 一旦被包围了 那就真的完蛋了 因为远古战场内 空间复杂 无法建立长距离空间通道 现在就算球员 也来不及了 再说 距离他们最近的 就是第八天龙军团 第八天龙军团战力孱弱 根本帮不上忙 就算第八天龙军团能帮上忙 也不可能来帮忙的 叶灵风知道 这分明就是龙臣在坑他们 先安排大型工程器械先撤退 箭塔全力爆发 给我用最强的阵法加持 不用考虑箭塔的使用寿命了 叶灵风一咬牙 直接下了命令 箭塔是固定的器械 无法带走 一旦阵地失守 箭塔必然会被妖兽们砸碎 在叶灵风的命令下 箭塔之上符文开始燃烧 一道道符文带着恐怖威压的神剑 击射而出 洞穿天空 威力竟然比之前增加了整整一倍有余 数十座箭塔疯狂击射 原本已经逼近的妖兽们 竟然硬被逼得后退老远 这些箭塔算是废了 燃烧了符文 把箭塔上的神性全部烧光 连回收的价值都没有了 沈成风看住箭塔燃烧 有些肉痛的道 对于第八天龙军团来说 每一座箭塔都是他们的命根子 如今看住叶灵风燃烧了六十多座箭塔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不是说摔别人家的孩子不心疼吗 龙臣笑道 关键是我们家缺孩子啊 沈成风贪了贪手 一脸苦涩的道 行了 只要这一票咱们做完 我保证你们第八天龙军团腰包鼓鼓 龙臣拍了拍沈成风的肩膀安慰道 这沈成风真是穷怕了 居然还替别人心疼 轰 箭塔连续爆射 忽然一座箭塔轰然爆裂开来 紧接住开始缓缓倒塌 激起一地的烟尘 符文燃烧后 神料变成了反铁 再也支撑不住那巨大的重量 开始崩塌 第一座箭塔崩塌后 其他的箭塔也都开始寿终正寝 纷纷倒塌 不过他们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为第三天龙军团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阵地之上其他能够移动的工程器械 全部都被转移了 射 箭塔崩塌 再也没有什么力量 可以阻止如同潮水一般呼啸而来的妖兽们 叶凌峰大喝一声 与最后一批强者 飞上三座战车 急驰而去 那战车乃是空中堡垒 攻击力强大 防御力也恐怖 移动速度更是极为迅捷 是沈成峰等人 做梦都想要的宝物 有着三架战车 他们可以安然撤退 并没有显得多狼狈 这就是龙臣说的 有钱 也是实力的一种 阵地被突破 那些妖兽们 彭扶获得了胜利一般 起声怒吼 声音如同海啸一般惊天动地 夺取阵地的妖兽们 疯狂地破坏阵地上的建筑 几乎一瞬间 阵地就被踏平 妖兽们怒吼住 继续向前飞驰 疯狂地追赶叶灵峰 一副步将他们杀光 是不罢休的模样 随着叶灵峰等人的飞驰 前方空间越来越狭窄 两边是巨大的空间裂缝 如同恶魔的嘴巴 令人不敢靠近 魔兽们一路急迟 半炷香的时间后 前方又出现了一个阵地 这是第七天龙军团的第二道防线 当退入第二道防线之后 叶灵峰跳下战车 看住呼啸而来的妖兽们 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大手一挥 轰轰轰 忽然大地下方 竟然连续爆开 这一片大地之下 不知道埋藏了什么东西 当大地爆碎之时 竟然有无尽的浓烟释放 当那群妖兽看到浓烟之时 发出惊恐的大叫 纷纷向后逃走 可是后方也同样的 有着无尽的浓烟生气 一时间这些妖兽乱作一团 纷纷想后方飞奔 但是有些妖兽奔行没多远 就倒在了地上 似乎浑身都没了力气 这里竟然是一处陷阱 白痴妖族 今天就用你们的尸体 来弥补我们的损失 兄弟们 给我 叶凌峰刚要下命令 前方妖兽群中 连续地爆响 赤裂的光芒 遮蔽了天穷 但凡看到那亮光的人 都感觉眼睛剧痛 什么都看不清了 他们耳边传来了一个 极为令他们讨厌的声音 第三天龙军团的兄弟 你们不要害怕 我们第八天 龙军团来解救你们了 兄弟们 给我抢 哦 不对 是给我杀 第二千三百六十八章 气吐血 是暴音光弹 叶凌峰发出一声怒吼 认出了那闪亮的东西 是什么的同时 也听出了 那个令人讨厌的声音 是龙臣所发出 叶凌峰失去了阵地 将敌人引入两个空间裂缝中间 这里曾经有另外恐怖强者激战 大地内付诸了恐怖的意志 那个空间裂缝 就是两个强者所发 两位强者人已经死了 但是他们的意志却残留了下来 依旧在交锋 大地被两大强者的意志侵蚀 神族强者发现 在这里引动迷魂烟 可以牵引出部分强者的意志 这样一来 但凡进入这里的生灵 都会陷入昏迷 即使是强悍的妖兽 也支撑不住 没逃多远 就纷纷倒下 混蛋 他们是来抢我们的战利品的 看到那暴音光弹 第三天龙军团所有人都怒了 那暴音光弹 在这里爆发 可以令妖兽们失去视觉和听觉 灵魂陷入一个短暂的停止状态 这个状态非常的短 大概只能持续一个呼吸的时间而已 但是它的爆发 却大大地冲淡了迷魂物的效果 很显然 龙晨早就算计好了 只有冲淡了迷魂物的效果 他们才能冲进去抢尸体 而靠近第三天龙军团这边 依旧烟雾缭绕 气得叶灵风暴跳如雷 龙晨这是要用迷魂物挡住他们 自己尽情地收割战利品 混蛋 给我杀 开落最大射程 覆盖整个战场 燕灵风怒吼 统领大人 这万万不可啊 如果杀了他们 我们怎么向上投交代 旁边的副统领等人大害 虽然他们可以欺负第八天龙军团 但是杀人绝对不行的 如此恶意杀人 但凡出手者 恐怕都要被处死 毕竟内部分争 也得有约束 自相残杀 任何一个实力 都绝对不允许的 我 眼看着远处闪光弹不停地闪烁 他们丢了阵地 动用了秘密底牌 等到要收获成果的时候 却被人摘了桃子 叶灵风不禁破口大骂 他恨不得活活将龙晨咬死 但是前方迷魂雾不散 他们根本过不去 现在回去筹备报音光弹 根本来不及了 最令叶灵风无法接受的是 那便不时传来呐喊声音 我们第八天龙军团 与诸位同气连之 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我们要为友谊而战 为神族而战 就算我们为此付出性命 也在所不惜 兄弟有难 八方之缘 这是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 虽然有些人不是东西 但是我们岂能与一群小人计较 我们要大家看看 什么叫做抱怨一顿 第三天龙军团的兄弟 你们放心 我们拼了老命 也会帮你们把敌人挡住 你们赶快逃吧 这都是龙晨事先安排好的台词 他们都经过专业的训练 话语说出来 生情并茂 带着丰富的感情色彩 非常的 动人 叶灵风被气得眼睛冒惊心 眼前一黑 差点昏死过去 旁边的战士们惊呼 将叶灵风辅助 统领大人 您没事吧 叶灵风此时的脸 都已经变形了 面容扭曲得吓人 歇斯底里的咆哮道 龙晨 你们会为你们的蠢行 付出惨痛代价的 哎呀呀 叶灵风大人 怎么跟一条疯狗一样 乱咬好人呢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 前来支援你们 你们非但不领情 还要恩将仇报 实在令人寒心啊 龙晨的声音 透过迷雾传过来 扑 怒急功性的叶灵风 根本找不到 有力的话语来反击 忽然一口鲜血 喷了出来 统领大人 周围的强者吓了一跳 发出一阵惊呼 哎呀 叶大统领 你这气量 也太狭窄了吧 就你这种能耐不大 脾气不小的人 也能统领寻凶 嘖嘖嘖 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龙晨的声音 再次传来 叶灵风气得一阵抽搐 不好 快扶大人进战车 关掉所有声音 见叶灵风 眼珠子发红 那些副统领 吓得脸色都白了 这是要走火入魔的征兆 如果龙晨在说点什么 在说点什么 大统领很有可能 会被活活气死 一个副统领 一掌拍在叶灵风的 后脑之上 将叶灵风拍晕 送入战车之中 与外界隔离开来 龙晨 你这个贱人 你如此明目张胆地掠夺 我们会上报天丝 你就等着被处理吧 还有第八天龙军团的人 你们真是一群白痴 你们这样做 就不怕我们报复吗 之前嘲讽过龙晨 和沈成峰的那位副统领 咬牙切齿地骂道 龙晨太狠了 竟然在这个时候摘桃子 要知道 这一战 即使有强大的防御攻势 他们依旧阵亡了 七十多个强者 那么多箭塔都搭进去了 阵地也被破坏了 可以说 损失巨大 如果龙晨不来 他们将这些妖兽全部击杀 或许还可以弥补一下损失 但是龙晨这个时候来摘桃子 恨得他们牙根痒痒 龙晨没有回答 沈成峰的冷笑声传来 真是好笑 报复我们 我们第八天龙军团 什么时候招惹过你们 是你们步步紧逼 如果不是上次 你们故意使坏 我们的阵地怎能丢 你们怎就不怕我们报复 我们都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我们就不能报复吗 嗨嗨 纠正一下 我们不是报复 这一点绝对不能承认 我是来救援的 嗯 没错 我们就是来救援的 龙晨急忙干渴一声纠正 有时候规则这东西 就是掩耳盗铃 但是为了某些可笑的规则 还是要这么去做的 不能承认是报复 否则到时候被人抓住把柄 就会落入下风 沈成峰愤怒之下 竟然说漏了嘴 龙晨给了及时纠正 龙晨意思很明显 我们就是来报复的 但是 我们是不会承认的 你能咬我 兄弟们杀啊 誓言守卫兄弟军团 哪怕战死 我们也绝对不皱扮下眉头 龙晨装模作样的大叫 吃吃吃 一道道箭矢击射而出 那些还在全力挣扎的妖兽们 在迷魂物和暴音光弹的摧残下 已经没什么力气了 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十几个人扛着一座序剧母 疯狂射击 这些东倒西歪的妖兽们 纷纷被斩杀 两个空间裂缝中间的通道 长达数十万里 能冲在最前方的 都是妖兽一组织中地强者 而后面还有一些 没有进入通道内的妖兽 见到不好 都已经逃了出去 而那些深入通道 被迷魂物包围的妖兽们 已经失去了逃走的最佳时机 纷纷被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射杀 在这里 他们就是活靶子 一箭一个被灭杀 要知道这些巨弩 都是从箭塔之上拆下来的神弩 虽然没有箭塔的阵法加持 但是他们的杀伤力依旧恐怖 最重要的是 他们可以移动 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此时也红眼了 他们这辈子 从来没有这么威风过 见一个个强大的妖兽被斩杀 尸体刚刚倒下 就被专门负责打扫战场的战士 收了起来 要知道 这些妖兽尸体可都是钱了 在这里 每一次眨眼的时间 都有无数的财富 流入他们的口袋 快点 暴音光弹的效果要散了 想不到这迷魂物经过加持后这么厉害 龙尘催促众人道 一旦暴音光弹的效果消失 就不能稀释迷魂物 一旦雾气恢复 这里的人都要被迷倒 还有一些尸体不是我们的怎么办 一个副统领 有些犹豫的道 按照规矩 不是自己杀的 是不能收的 谁说不是我们的 尸体上插一把箭矢 那就是我们 底龙尘瞪着眼睛道 听到龙尘这么一说 众人顿时眼睛一亮 不是自己杀的也不要紧 给尸体来一下就行了 快点 快点 时间来不及了 赶紧打扫战场 龙尘看住暴音光弹的效果 掐算着时间 如果龙尘给众人吃下丹药 其实就算不用暴音光弹 也可以抵挡 但是龙尘不想用自己的力量 他就是要用第八天龙军团的力量 来坑掉叶灵峰 算了 土里的就不要抠了 赶紧走 战场基本上打扫完毕 龙尘发现有天龙战士 还在挖土里的一些尸体碎块 不禁摇头 都说第八天龙军团打扫过的战场 狗都不舔 现在龙尘才见识到了这种手段 果然名不虚传 第三天龙军团的兄弟们 经过我们的浴血奋战 顽强拼搏 不停地抛头颅撒热血 终于帮你们挡住了敌人 现在 你们安全了 可以把心放在盆骨里了 你们也不用太感谢我们 我们先回去了 就不留下吃饭了 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忽然齐声呐喊 然后嘻嘻哈哈地集体消失 天地间恢复寂静 半个时辰后 迷魂物的效果缓缓消失 第三天天龙军团的战士 憧憬迷雾 一开始的数千里 还有不少妖兽的尸体 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 战场彭扶被一刀切过 另外一边的战场 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天杀的龙臣 天杀的沈成风 你们第八天龙军团给我等住 叶凌峰刚刚苏醒过来 当看到整个战场 留下的尸体 不足十分之一 九成以上的战利品 都落入了龙臣手中 气得他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第二千三百六十九章 以笔之道环石笔身 龙臣等人刚刚返回驻地 叶凌峰已经带着人 来势汹汹的沙盗 龙臣 沈成风 如果不交出我们的战利品 今天踏平你们 第八天龙军团 叶凌峰的咆哮之声 响彻天地 声音之中充满了愤恨和怨气 一场大战 阵地丢了 损失无数 最终战利品连一成都没拿到 叶凌峰直接带着人来找场子了 数万第三天龙军团强者 站在第三天龙军团的驻地前 他们心中的怒火 几乎要把他们给点燃了 哎呀 这不是叶大统领吗 这气势汹汹地过来 是什么意思啊 龙臣走出营地 看住脸色扭曲得 跟老太太裹脚不一样的叶凌峰 龙臣差点没笑出来 但还是装作一副 十分意外的模样 什么意思 拿了我们的东西 都乖乖给我吐出来 叶凌峰怒吼道 龙臣副手而立 挟着眼睛看住叶凌峰 冷笑道 叶大统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第三天龙军远道来支援你们 你们非但不领情 还摆出一副要杀人的样子 实在令人有些寒心呢 龙臣说出这句话 叶凌峰身边的一些人 脸色有些怪异 这口气 似乎在哪里听见过 怎么这么耳熟 就连沈成峰这边的人 也都觉得耳熟 忽然他们恍然大悟 这句话 这语气 这神态不是当初 叶凌峰本人说的吗 当初叶凌峰带人 抢了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利品 面对沈成峰的质问 他就是这么说的 连语调都一模一样 放屁 这都是你们的阴谋 废话少说 赶快把我们的战利品交出来 叶凌峰也听出了龙臣 在模仿他当初的语气 他暴跳如雷的吼道 你们的战利品 先你名字了吗 龙臣冷笑 叶凌峰顿时雨色 你 你什么你 当初你拿走属于我们的战利品时 是多么的嚣张 多么的霸道 你忘记了 我们击杀的妖兽 都插着我们的兵器 可都是有证据可查的 是谁击杀的猎物 就是谁的战利品 上次你不是这样说的吗 怎么 自己拉的时 你还要原封不动地吃回去 龙臣脸上全是嘲讽之色 当初叶凌峰带人抢夺猎物 把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 气得半死 如今风水轮流转 龙臣用当初叶凌峰 高高在上的口吻回对 让沈成峰等人 心里别提多舒爽了 这不一样 这次分明是你们 故意引来妖兽 你们用心百毒 哼 只要上报天思 随便抓几个人探查灵魂 就可以真相大白 你以为你的阴谋 真的天衣无缝 叶凌峰力声喝道 一提天思 沈成峰脸色有些变了 天思掌管着 这个神族的大小事物 龙臣这件事 如果闹大了 就麻烦了 真相大白 本来就很白啊 我们的行动光明正大 根本没什么不可见人的 你愿意告 你就去告啊 龙臣有恃无恐地道 你 见龙臣根本不怕 叶凌峰转向沈成峰 沈成峰 龙臣不管你们的死活 他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你们呢 真的想把事情搞大 沈成峰表面上镇定 但是心里已经有些慌了 他可没有龙臣那个胆子 他还要为整个第八天龙军团考虑 如果这件事闹大了 就糟了 要知道这次第三天龙军团 可是有不少人战死了 如果真的要深挖 可就不得了 就在沈成峰感到害怕的时候 龙臣忽然哈哈大笑 叶凌峰 跟我玩套路 你还是太嫩了 就你这种智商 老子不用脑子想 就算动动脚趾头 都能玩死你 咋地 想拿什么天丝的丝来压人 我跟你说 你不管告到谁那里都没用 这一切都是我的布局不假 但是我的布局 是要把妖兽 引到我们自己阵地里灭杀的 是你们忽然闯入我们的布局之中 把妖兽都引跑了 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在你们失去阵地之时 我们明明没有任何的胜算 依旧冒着风险前来搭救你们 这么住 我这么说有破绽吗 你要拷问 那就拷问好了 谁怕谁啊 整个战斗计划 都是老子制定的 就连沈大统领 也只能听我命令 更别说其他战士了 老子现在 我想说黑就黑 想说白就白 谁能管得了老子 老子现在就告诉你 是你们恶意破坏我们的计划 导致了这场恶果 要怪 就怪你们自己见 懂不 龙晨这么一说 沈成风激动得 差点没跪在地上 在他心中 龙晨简直就是神啊 整个部署 都是龙晨安排的 他自己只是跟住 发号施令 却不知道全盘计划 显然龙晨早就算计好了 防备叶凌峰这一招 而且仔细想想 一切都是叶凌峰带着人杀入他们的战场而起 这一切后果都应该由叶凌峰承担 只要龙晨不承认是故意坑叶凌峰 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想到这里 沈成风对龙晨佩服的五体投地 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起来 现在还怕得鸡毛 告到天司那里又如何 一切都是他们就由自取 你 叶凌峰顿时语色 龙晨一句话把他给堵死了 他竟然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 是啊 这一切起因 都是因为他冲入龙晨的布局 想要破坏第三天龙军团的部署 抢夺人家的战利品 结果惹火烧身 但是追根究底 这件事似乎怪不到龙晨的头上 也就是说 龙晨没有留下任何把柄给他 他对龙晨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不管 你们今天必须要把我们的东西交出来 否则 我就踏平这里 叶凌峰面容扭曲地咆哮着 别对我大呼小叫的 那没用 如果嗓门大有用的话 驴早就统治世界了 另外 你这一套可以吓唬住别人 对于我龙晨没用 踏平这里 试试看呀 我看你有这个胆量吗 龙晨一脸嘲讽之色 叶凌峰牙齿都要咬碎了 他恨不得将龙晨活活撕碎 但是他不敢发动攻击 在天龙军团之间 摩擦可以有 暗地里的勾心斗角可以有 但是明目张胆厮杀 绝对不行 杀了龙晨等人 他也活不了 瞪着我干啥 还不滚蛋 难道要等着我们请你吃饭 不好意思 我们真没空 我们的战利品还没清点呢 你们还是哪凉快 哪带着去吧 面对叶凌峰的怒目而是 龙晨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一副赶苍蝇的架势 好 很好 非常好 龙晨是吧 沈成峰是吧 你们给我等住 我叶凌峰的东西 绝对不是那么好拿的 我会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叶 凌峰的声音 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 最终 他还是没敢应来 带着人离开了 当叶凌峰带着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离开 第三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发出一声震天欢呼 太爽了 太爽了 看着叶凌峰他们一副死了亲爹的模样 我忽然发现 我好幸福 妈的 终于出了一口气 我感觉我的瓶颈都松动了许多 好家伙 复仇的快感 正在我的胸间回荡 龙晨师兄太帅了 把叶凌峰坑了 他们也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一时间 第三天龙军团里所有人 兴奋的已经语无伦次了 这一次报复 对他们来说 实在太爽了 几乎要飘飘欲仙了 被挤在心头多年的怨气 终于得到了释放 那种感觉 是外人根本无法体会的 龙兄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这谋略 这手段 我这辈子恐怕都学不会了 沈成峰一脸赞叹的道 龙晨摇摇头 对付他们的这点手段 其实都是一些 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不值一提 这么跟你说吧 就这种小计谋 在世俗帝国拿出来 都能被人笑死 但是呢 对付叶凌峰就足够了 太高级的计谋 反而不会凑效 龙兄 你这么说 岂不是说 我们都是傻子了 沈成峰苦笑道 龙晨这话 有些太伤人了 龙晨笑道 你们出生就在修行界 一切都是靠武力生存 对于所谓的智谋 根本不需要 但是我不同 我生在世俗界 尤其是权贵之家 自幼就对各种勾心斗角 而与我诈极为熟悉 在我们的世俗世界里 因为彼此之间的实力相差不多 所以 在实力相当的前提下 智谋就能起到绝对性的作用 但是在你们的世界里 智谋都是一些 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智谋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所以你们不擅长这个 就比如说 我是一个先天进的小菜鸟 就算我智谋无双 与你对战 能击败你吗 这个 似乎没有可能 沈成风摇头道 不是似乎 而是一定 算了 不扯这些没用的了 总之你记住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你把心思用在算计上 你的修位必然会被耽搁 得不偿失 别想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像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小把戏 偶尔玩玩 就当是乐呵乐呵了 别沉迷进去 龙尘面容严肃地警告道 免得沈成风误入歧途 沈成风心头一领 赶忙道 我明白了 那就好 现在统计出来了吗 战果如何 龙尘笑道 这次我们算是发大了 初步估计 我们只需要动用收获的一半积分 就可以夺回阵地了 剩下的 可以添置一些器械 给战士们发发福利 配备一些好的战甲和武器 沈成风提到收获 双眼放光 无法抑制地兴奋起来 夺回阵地 为什么要用积分 龙尘有些疑惑地道 啊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不用积分换取工程器械 怎到夺回阵地 沈成风一愣 不是有叶灵风他们吗 龙尘瞪着眼睛道 什么 沈成风一脸的不敢置信 第二千三百七十章 目的是玩死你 轰 去他 妈的 叶灵风返回自己的筑地 一圈把一座石台砸成积分 他脸色阴沉的吓人 其他人看住他 一声也不敢吭 跟我玩音的 好 那就玩好了 我会活活玩死你们 玩到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叶灵风眼神之中 杀鸡凌厉 一想到此时的第八天龙军团 正在欢天喜地的鼠前 盘算着怎么用积分 他就恨得肝腾 肺子大 叶灵风转过身来 对身边的副统领道 二统领 你去我们自己的阵地 把神龙霸王母拉过来 那二统领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大统领 这神龙霸王母可是杀敌重器 如果没有了他 我们自己的阵地 也不安全了 怕什么 偷偷运来就好 我们的阵地固若金汤 很久没有妖兽来攻 一向都是我们主动出击 我们这里又没有妖兽的奸细 只要你们不去敲锣打鼓地告诉他们 他们怎会知道 叶灵风冷冷地道 可是 那二统领还是有些犹豫 没有可是 出了事情我担住 赶紧给我去办 神龙霸王努运过来 需要拆卸和组装 非常耗费时间 动作要快 我要在龙尘等人 去夺取阵地之时 用上他 叶灵风道 那二统领无奈之下 只能听命离开 三统领 你回一趟祖礼 给我把所有积分 都兑换成天影石 爆天雷 绝杀阵盘 叶灵风对另外一个副统领道 全部 那副统领吓了一跳 没错 就是全部 这次我要玩个大的 妈的 龙尘感应我 那这次我就阴死他们 等他们展开阵地争夺战时 我们把周围九大妖族领地 全部偷袭一遍 把所有妖兽都引到他们那边去 叶灵风咬牙切齿地道 统领大人 这样的话 恐怕第八天龙军团 就算不是全军覆没 最少也要有一半阵亡 您真的要这么做吗 那副统领惊害得道 这太狠了吧 如果被上面知道 追查下来 是要死人的 不这么做 怎能消我心头之恨 叶灵风冷哼道 可是这也太狠了 必然会惊动上面的 您就不怕 那副统领有些不安地道 怕 怕什么 你以为龙臣来是干什么的 分明是龙家故意用来牵制我们的 说白了 我们代表的是叶家 龙臣代表的是龙家 我们都是两家的棋子 现在就看谁能玩过谁 既然龙臣先不讲规矩 那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你以为我们与第八天龙军团的纷争 上面不知道 我告诉你吧 这件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只要不是我们亲手弄死他们 谁能拿我们怎么样 叶灵风嘴角浮现一抹阴森的笑容 可是如果追查下来 我们岂不是要 副统领有些担忧地道 他可不想到时候做替罪羊 那死的就太冤枉了 或许大统领可以被保住 而他和另外一位副统领就危险了 要知道 替罪羊一般都是找一些不大不小的才合适 而副统领这个职务 风险最高 叶灵风冷笑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龙城是怎么坑我们的 你不记得了 就算到时候追查下来 我们就说我们损失惨重 急于弥补损失 趁着敌人麻痹之际 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在战术布局上 并没有任何的瑕疵 只不过中途出了点意外 导致妖兽撕裂包围圈 冲进了第八天龙军团的阵地 谁能保证战略是一层不变的 谁能保证不会发生意外 既然是意外 谁能把我们怎么样 无非是最后商议赔偿事业而已 就算是我们因为失误要赔偿 哪怕是赔一个倾家荡产又如何 叶家还不是会暗地里补偿给我们 那副统领听完 顿时豁然开朗 急忙到大统领英明 赶紧去吧 叶灵风摆摆手 那副统领离开 叶灵风握紧了拳头 龙城是吧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妖族那边这两天波动比较大 上次的一战让妖族警觉了许多 沈成风发现 原来驻守在他们阵地的妖兽 又多了很多 显然 妖兽们也知道 他们可能要夺取阵地了 成风 我有件事感觉很奇怪 你们这么击杀妖兽 就不怕引出妖兽一族里的恐怖强者吗 龙城与沈成风远处观望着前方妖族的情况 有些不解地问道 不怕的 这里因为曾经的大战 烙印下的法则 导致了一种压制 即使超过了通明镜 也会被压制在通明镜以下 所以在这里 不会遇到那种级别的强者 包括咱们人族也是一样 通明之上的强者 来到这里 也会被压制 这是非常危险的 就好比是你 被压制到了仙天境 然后被一群仙天境菜鸟给砍死 是不是太冤枉了 沈成风笑道 原来如此 龙城点点头 还不止这样 这远古战场之上 有无数神奇的地方 有的区域 会剥夺你的灵魂之力 有的地方 会让你无法沟通天道 还有的地方 甚至会把你变成一个凡人 总之 在这个战场里 有太多太多的未知地带 可是 妖族拼命阻止我们探索战场 所以 这样的战争持续了无数年 妖族的抵挡 让我们 无法完成对整个战场的探索 而战场深处 也只有凤飞大人那个级别的强者 才敢进入 沈成风叹了口气道 那个凤飞真的很强吗 龙城皱眉道 听沈成风的口气 这个凤飞 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关键不是强的问题 那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强大 你没见过他出手 你不知道 虽然我对你 也是相当佩服 但是我觉得你跟他对上 你赢他的希望 绝对不会超过两成 沈成风看住龙城 认真的道 那看来真的是很强了 龙城点点头道 沈成风这个人极为沉稳 他见过龙城的出手 但是依旧做出这样的评价 就说明 这个凤飞真的很强 沈成风忽然看住龙城 眼神有些怪异 看得龙城有些发毛 你这样看住我干啥 沈成风忽然左右看了一眼 发现周围没人 才低声道 听闻龙兄你泡妞之术天下无敌 我跟你说 如果你能勾引 可 能打动凤飞大人的芳心 我跟你说 你就真正的天下无敌了 我去 你听谁说的 龙城差点没吐血 什么时候被封了一个 泡妞之术天下无敌的称号 这不是要被所有人 打死的节奏吗 嘿嘿 这还用听谁说吗 你身边美女 个个都如天仙下凡 对你情深义重 有谁不知道你的本事 没跟你开玩笑 凤飞大人现在还是单身 从未对任何男人有所表示 不过凤飞大人高傲的景 一般人根本都没资格 让他看上一眼 你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垂青 那就可以平步青云了 在我眼里 你的天赋和资质 绝对不比凤飞大人差 你所差的 就是背后的底蕴 如果有了凤飞大人的支持 那真的得如虎添翼啊 沈成峰笑道 龙城摇摇头 微微一笑道 我龙城还不至于这样吧 我龙城什么都没有 唯独这份骨气还保留着 我这磕头虽然不算高贵 但是即使面临任何的压迫和威胁 却从未低下过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沈成峰立刻觉得自己说错话了 龙城同样的当是强者 有着自己的骄傲 让他去勾引一个女人上位 对龙城来说 似乎被侮辱了 沈成峰赶忙道歉 虽然凤飞乃是真正的天之娇女 谁如果攀上这个高知 立刻会变成凤凰 但是龙城是什么人 根本不屑于去做这种事情 不过沈成峰也是一番好心 现在去弄得有些尴尬了 龙城微微一笑道 没事 咱们还是研究研究 夺回阵地的事吧 对对 研究正是沈成峰急忙道 把这个尴尬的话题给扯过去 我让你采购的那些东西 都采购好了吗 龙城问 采购是采购好了 不过这些东西 真的是用来夺回阵地的吗 沈成峰有些面色古怪地道 因为龙城给他采购清单之时 沈成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什么催 情 药 什么硫磺散 什么石灰粉 最让沈成峰无法接受的事 居然还有一些锣鼓和鞭炮 虽然心中全是疑惑 但是最终沈成峰还是吩咐下去采购 锣鼓神族倒是有 但是鞭炮这玩意 神族还真没有 只能去天舞大陆采购 好吧 今天我就再教你一招 你要记住了 平时我们有强大的武力 根本不需要动脑子 如果要我们动脑子 一般只有两个理由 其中一个是双方实力相当 需要用智慧来增加胜算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 以最小的代价 获得最丰厚的回报 以小博大 龙城嘿嘿一笑道 那我们属于后者了 沈成峰陈吟道 不 我们两者都不是 我就要装个逼 恶心死这个叶凌峰 妈的 老子出道这么多年 还第一次遇到有人 说我算什么东西 我就是想让 叶凌峰知道 玩你不是目的 目的是玩死你 龙城音音一笑道 好吧 跟兄弟们说 明天我们去夺回阵地 都打起精神 我带你们玩一个 前所未有的刺激游戏 第二千三百七十一张夺阵地 第二天 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精神抖擞 意气风发地出发了 现在的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原来破损的战甲 都已经换上了崭新的战甲 武器也是崭新的 一个个眼睛里 透露出强大的自信 这自信来源于他们的腰包 按照龙城的建议 这次收获的积分 军团只留下了一层 其余的全部分发给每一个天龙战士 结果每个人都分到了惊人的财富 他们用这些积分武装了自己 并购买了一些辅助攻击的器械 符纹等保命手段 腰包鼓了 腰杆子自然就硬了 这次一战 不光让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更让他们一战报复 一开始 众人对龙城充满了期待 结果龙城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还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现在跟住龙城再次出征 他们感觉骨子里的血 都要热起来了 一个个感觉全身都是利器 可以说 整个第八天龙军团 似乎完成了某种蜕变 当十万天龙军团 即将接近前方阵地之时 龙城挥手 所有人停下了脚步 高声对众人喝道 兄弟们 前方就是我们的阵地 那是我们曾经抛洒热血的地方 那里是我们的荣耀 也是我们的耻辱 因为 又是有无数兄弟站死在这里 但是我们却把他给丢了 我们让那些死去的兄弟们失望了 我们对不起他们 今天 我们要一血前耻 把阵地给夺回来 我们要用手中的武器 斩断妖兽们的脖子 用他们的头颅 祭奠我们死去的兄弟 用他们的鲜血 写下我们的光辉 用他们的尸体 证明给所有人看 我们第八天龙军团 崛起了 让那些看不起我们 必是我们的白痴们知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今天你们对我爱搭不理 明天就让你们高攀不起 兄弟们 我们要为荣誉而战 龙臣的声音 铿锵有力 略带着一丝沙哑 却格外有感染力 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听得令人热血沸腾 彷扶全身的血液 都要被点燃了 为荣誉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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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天龙军团战士们 疯狂地呐喊 吼声震动天穹 令风云变色 此时的天龙军团 如同风锐的力剑出鞘 欲屠戮八方 沈成风也握紧了拳头 第八天龙军团 是一个潜力无限的队伍 只不过是他这个统领无能 才埋没了他们 龙臣只不过牛刀小事的一战 就让第八天龙军团 发上了惊天蜕变 他心中充满了惭愧 但是也充满了期待 跟住众人一起呐喊 在龙臣身上 他看到了许多 他不具备的东西 而且龙臣身上 有一种所有天龙军团 统领都不具备的气质 那就是发自骨子里的自信 龙臣的眼神始终坚定 彷復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种自信 是一种无法阻挡的魅力 尤其对男人来说 极为致命 这种魅力 会让人死心塌地地追随他 很好 要的就是这种气势 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战场上也是如此 今天 我要带你们 打一场漂漂亮亮的胜仗 所有人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 现在我给你们半时辰的时间 开始整顿 再次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 和自己的所有气血 要做到绝对的万无一失 另外 派人搜查一下四周 看看有没有可疑情况 如果有 及时汇报龙臣下达了命令 很快的 所有人开始做战斗前的最后检查 还有一部分侦查战士 开始向周围再次探查 确认没有任何差错 很快就有战士们回报 没有任何问题 等回报完毕后 沈承风偷偷传音道 我们之前设置的装置 被触发了龙臣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并没有说什么 一炷香的时间后 龙臣大手一挥 出发 不是半个时辰吗 沈承风一冷 半个时辰 是说给别人听的 你还当真了 再说了 哪有马上要打仗了 还特意修正半个时辰 检查装备的 龙臣一阵无语 沈承风居然也信了 夺回阵地 这不是过家家 那可是真正的血战 随时都要没命的 谁会有半点大意 这个战前检查 其实就是脱裤子放屁 看起来是小心谨慎 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这样的行为 是不合常理的一些做法 如果在世俗界 瞬间就能被戳穿 小孩子都骗不了 但是在崇尚力量的修行界 却非常好用 就连沈承风都当真了 龙臣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很快地到达阵地前方 这里同样是一个爱口型阵地 一边虚空不停地扭曲 天地法则在轰鸣 那是一个可怕的黑洞 而另外一边 则是一座高山 高山之上 被寒冰覆盖 冷气聚而不散 看他一眼 彭腐灵魂都要被冻结了 这个地方 绝对不能靠近的 在黑洞和连绵的高山中间 有一片数万里的区域 这里曾经是 第八天龙军团的驻地 只不过如今的那些城墙 箭塔 各种防御攻势 全部都被踏平 无数的妖兽大军 在这里驻扎 这个阵地乃是一个咽喉要道 想要进入远古战场深处 这里是这片区域的必经之路 当初第八天龙军团守住这里 将妖兽们抵挡在外 如今互换了位置 第八天龙军团 依旧感到压力十足 因为此地一守难攻 想要夺回来 要付出可怕的代价 后 当第八天龙军团缓缓靠近 阵地内发出一声怒吼 紧接住越来越多的妖兽们 从阵地里涌了出来 卑微的人族 你们来这里 就是送死 赶紧滚蛋 一头大力血牛遗族的强者 站出来冷冷地喝道 龙臣 有些不对啊 似乎这里的妖兽们 少了许多 力量变得薄弱了 而且这个家伙 竟然让我们滚蛋 而不是直接杀出来 难道有什么问题 沈成风有些奇异地道 上次来偷偷观察之时 这里妖兽比现在多多了 而且气息上也强大得多 没啥好奇怪的 这是玩右敌深入呢 连妖兽都会用智谋了 不过 这智谋有些太低级了 你用阵盘探测一下 周围远处空间里 是不是隐藏了什么 龙臣道 统领大人 这周围有无数的恐怖气息 却是表面上的几十倍 这是一个陷阱 第八天龙军团的副统领 脸色变了 这次有了钱 龙臣让沈成风 兑换了一个强大的探测阵法 可以远距离探查一些空间波动 这一探测发现 阵地后方 隐藏了无数的恐怖气息 见那副统领脸色变了 龙臣白白手道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我们早早就做出了 夺回阵地的准备 昨天还派人探查过 对方肯定有所准备 我们之前在 那边大吼大叫为了啥 不就是让他们做好准备吗 不过 他们竟然玩起了计谋 真是太好了 这简直是故意配合我们了 这样一来 之前准备的东西 就要变化了一下了 没必要那么浪费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动手吧 说完 沈成风立刻发出号施令 第一个撑开一箱 带着众人杀向妖兽大军 轰轰轰 沈成风等人刚刚发动冲锋 后方弩箭手已经远程发动攻击 提前一步攻击妖兽一族 为沈成风等人撕裂出一道祸口 那些妖兽们 竟然被第八天龙军团一瞬间撕裂防御 笔直冲入阵地之中 进入阵地之中 沈成风发现 这些妖兽竟然非常的弱 根本不堪一击 当他们冲了进来 这些妖兽竟然向外纷纷逃散 统领周围的妖兽 开始合围了 有人向沈成风禀告 不用管他们 让后面的人慢点进来 先进来的 按照计划布置 龙尘道 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缓缓涌入阵地 第一波人到了之后 直接开始挖地 很快架起了一座高塔 不过 这座高塔并非箭塔 而是一座远射箭台 通常这种箭台 都是用来发射讯号的 在战场上 情况瞬息万变 有时候传讯符会受到出现 而导致失灵 这个超级远程的箭台 就成了救命的东西 这箭台的符纹 是一种特殊的符纹 凝聚出的力量 全部加持在破空属性上 所以箭矢射出来的距离 是超远的 可达十万里开外 但是 这种箭矢只能射远 却不具备什么杀伤力 箭台子箭成 龙城站在高台之上 向着一个地方望去 此时周围隐藏起来的妖兽们 正缓缓包围这座阵地 只要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 全部进入 他们就会立刻合围 怎么这么慢呢 沈成风 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龙城看住远方 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禁有些没底了 这压得 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 让战士们慢点进来 多拖延点时间 龙城无奈之下 只能下命令 只要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没有全进来 妖兽们就会等待 只能这样拖住了 不好 妖兽们似乎失去耐性了 空间波动开始变大 他们不打算等了 沈成风看住阵盘 忽然叫道 妈的 这个叶灵风干什么吃的 这点事都办不好 赶紧让所有人都进来 龙城无奈之下 只好让后方的战士 加速进入阵地 轰隆隆 就在这时 周围空间暴碎 无尽的妖兽 从四面八方 咆哮着杀来 哈哈哈哈 还好 还好 他们也来了 龙城忽然看住远方 只见远处空间塌陷 无尽的魔兽 正疯狂地追杀着一群人 龙城一眼就看见了 叶灵风 不禁大喜 宛若见到了亲人 第二千三百七十二章 谁坑谁 他们这是要害我们 叶灵风他疯了吗 如果我们都死了 他也活不成 沈成风不禁又惊又怒 老远看到 叶灵风的散架战车 轰鸣而过 三架巨大的战车 拖着一座巨大龙行非洲 那龙行非洲太大了 非洲有着一对巨大的羽翼 赫然是神族的 超级杀器神龙霸王母 整艘非洲竟然是鲁身 双翼是鲁臂 弓弦竟然有十几杖粗戏 巨大的箭矢被器械推动 卡在箭槽上 每一次弓弦颤动 一只数百里长的 巨大箭矢击射而出 虚空都被冻穿了 一条线上所有妖兽 不论修卫种族 纷纷爆碎成血物 那威力简直惊天动地 这就是神龙霸王母 威猛绝伦 可秒杀天字被长老级别的强者 在神族来讲 这是极为奢侈的战争重器 杀伤力无比恐怖 这是第三天龙军团最强的底牌 只不过这只神龙霸王母太大了 不需要三架战车合力才能拉动 而神龙霸王母每次发动一击 都是无比恐怖的消耗 就算给第八天龙军团 一架神龙霸王母 他们也用不起 正因为看到了神龙霸王母 沈成风才越来越愤怒 叶灵风太阴毒了 这是要弄死他们 不留一点活路 无尽的妖兽大军 从四面八方袭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叶灵风站在神龙霸王母上 一脸冷笑地看住前方阵地 他已经看到了龙尘等人 正被妖兽包围 叶灵风冷冷地道 停止射击 没必要再浪费剑士了 我们到地方了 三架战车 拉着神龙霸王母飞驰而来 在靠近前方阵地的地方 大地轰然暴碎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光照 光照内空间扭曲 那竟然是一个超级传送阵 显然这是叶灵风提前布置好的 一旦他们冲入那个巨大的传送阵 就可以立刻完成传送 只不过有神龙霸王母 这个巨大的家伙在 传送距离并不远 但是足有他们脱离妖兽们的视线 这个传送阵传送不远 但是花费却十分惊人 可以说为了前调龙臣和第八天龙军团 叶灵风算是下血本了 龙臣 就让我好好欣赏欣赏你是怎么死的吧 叶灵风脸上浮现一抹猙獰的笑容 那是什么 忽然他身边的二统领发现 龙臣身边的高台似乎有些古怪 不禁感觉有些不妙 那似乎好像是讯号台 他们架这个东西做什么 有人认出了那个高台 不对 他们的讯号弩对准了这里 那人忽然发出一声惊叫 轰 讯号台发光 巨弩颤动 一只箭矢破开虚空 鸡舍而来 忽然一声爆响 化作漫天彩色鸡粉 然若烟花一般绚丽 跟求救讯号的波动不一样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人们大惊 不管他们赶紧冲进传送阵 叶灵风脸色也变了 他感觉到有些不妙 带着众人 笔直冲入传送光照之中 大统领 大事不妙了 周围的空间波动变得诡异 传送阵无法启动 忽然 那二统领惊恐地大叫 因为他启动传送阵 传送阵连续地颤动 但是却始终无法启动 完了 龙臣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破坏了我们的传送阵 我们这是自掘坟墓了 三统领眼中全是绝望之色 如此一来 他们死定了 二统领连续启动传送阵 传送阵始终无法激动 二统领怒吼道 我们中了龙臣的算计 刚才那一件里 有空间乱尘 专门扰乱空间波动 让我们的传送阵暂时失灵 那要多久才能恢复 叶灵风急忙问道 最少也需要一个时辰 但是 别说一个时辰 只需要实习的时间 妖兽就要杀到了 到时候 就算修好了传送阵也没用了 他们不停地攻击空间 传送阵同样无法启动 二统领绝望地道 吼 忽然前方传来妖兽的怒吼 叶灵风惊骇地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龙臣和第八天龙军团的人 全部都消失了 而守在阵地内的妖兽们 竟然切断了他们的后路 从后方杀来 混蛋 他们一定是从地下的传送阵逃走了 可恶 叶灵风怒吼 每一座阵地的下方 都有秘密大阵 极为隐蔽 这些大阵 光是修建 就花了数百年之久 即使阵地丢了 妖兽们不知道 地下大阵的入口 只能破坏阵地上面的建筑 但是地下的秘密 他们根本不知道 阵地下方 就有秘密传动通道 以备不时之需 不过这种通道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可以启动的 免得暴露地下大阵 但今天 沈成风就启动了这个大阵 所有人一下子逃走了 并且将入口也炸了 妖兽们刚完成合围 就听到一声爆响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炸死无数强者 然后龙晨等人 随着一声爆响 就诡异消失了 随着那一声爆响 空气之中 弥漫着奇异的味道 那些妖兽 闻到那股味道 开始变得越发的狂暴 他们眼睛都红了 几乎没有任何思索 咆哮一声 杀向远处的叶灵风等人 神龙霸王弩鞠中 三架战车成品自行保护 以这里为阵地 进行防守 同时发出求救讯号 请求支援 叶灵风到底是统领级强者 很快做出了部署 如今逃走来不及了 如果神龙霸王弩的弩口 对准的是阵地方向 还可以全力激发 神龙霸王弩冲过去 这样他有八成把握 可以突破重围 但是神龙霸王弩的弩口 对住后方 因为身体巨大 神龙霸王弩想要掉头 是不可能的 转到一半 敌人就杀到进前了 下这个决定 不是叶灵风有多英明 而是现在他们没得选择 只能在这里支撑 期待救援早点来临 神龙霸王弩开启神光 输给三架战车 如今神龙霸王弩已经没用了 把他所有力量都拿出来 叶灵风大喝 问 巨大的神龙霸王弩 全身发光 澎湃的符纹 如同潮水一般涌向三架战车 轰隆隆 战车轰鸣暴响 车上的杀阵被激活 一道道符纹之剑斩出 那些靠近战车的妖兽们 纷纷被斩杀 三架战车将神龙霸王弩围在中间 以他为核心展开困兽之斗 三架战车撑开了大片的死亡领域 但是战车与战车之间的缝隙 就需要天龙战士们来填补 他们要做的就是 不让妖兽们冲上神龙霸王弩 神龙霸王弩的能量 是他们最大的力量源泉 如果神龙霸王弩被破坏 光是三架战车 根本撑不了一炷香的时间 就要耗尽力量 被妖兽打爆 兄弟们 坚持住 求救讯号已经发出了 而且已经有了回忆 很快就会有人来支援我们了 叶凌峰大声喝道 在这里发出求救讯号 而且已经得到回复 神族会通知其他阵地的强者过来支援 只要他们能撑住一段时间 就没事了 不过想要撑住 似乎没那么容易 这些魔兽疯狂攻击 汉不畏死 他们的眼珠子都是血红的 看起来极为吓人 这些妖兽们 是不是吃错药了 还是疯了 看住疯狂杀来 丝毫不畏惧死亡的妖兽们 第三天龙军团的强者们 吓得脸都绿了 感觉有些不对 这些妖兽变得更加狂暴了 他们好像真的疯了 有人惊恐地大叫 这些妖兽竟然傻乎乎地往战车上撞 用自己的身体要将战车撞开 面对战车上发出了恐怖符文之箭 他们竟然视而不见 毫不在意 死了一片 后面再次杀来 前扑后继 杀都杀不完 妈的 这一定是龙臣搞的鬼 叶灵风咬牙切齿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他有预感 他又一次被龙臣给算计了 大统领 龙臣他们又出现了 战车爆发的强力一击 将虚空撕裂 大片的妖兽被斩杀 人们可以透过缝隙 看到前方的阵地 结果这一看不要紧 他们气得差点脑瓜子爆炸 因为龙臣和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们 正在构架仪做做巨大的基座 要将基座构建完成 就可以连通脚下的大阵 能够重新启动防御攻势 但是一旦大阵被完全激活 那么妖兽们就很难再攻破了 上一次之所以被攻破 一方面是因为 沈成峰和一半以上 第八天龙军团的战士 被调离 驻守阴阳界 而另一方面 则是被人下了手脚 所以才导致阵地失守 实际上第八天龙军团的阵地 要比第七天龙军团阵地强大得多 因为第八天龙军团 本来就是八大军团里最弱的队伍 强大的阵地 使他们保命依仗 如果战力弱 阵地再弱 分明就是要故意坑死人 这也是为什么 第八天龙军团丢了阵地 会被嘲笑 如此强大的阵地都能丢 确实是一种耻辱 如今龙臣站在 刚刚建起来的基座之上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他旁边的沈成峰 此时表情怪异的道 我从没 想过 夺回阵地 竟然可以兵不血刃 如此轻松 他们冲入阵地 发射了异箭后 冲入地下 引包了入口 传送到了第二道阵地 等他们再次回来的时候 所有妖兽 根本不搭理他们 疯狂地对夜灵风 展开扑杀 他们可以一边欣赏血战 一边重建防御攻势 他们看到我们了 沈成峰忽然 沈成峰忽然道 很奇怪 龙臣道 什么奇怪 沈成峰问道 他们看我们的眼神 似乎不太友好 令人费解 龙臣一脸不解的道 确实 让人 费解 沈成峰和龙臣对视一眼 两人忽然哈哈大笑 眼泪都笑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